黄河路近身打卡热地 和平饭店推出繁花定制套餐 排骨年糕外卖搜索量暴涨 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 繁花效应正在上海持续回响 然而剧中的实际拍摄场景并不为多数人所知 近日记者跟随繁花联合导演上影导演陈亮 来到上海车敦影视基地 该基地是电视剧繁花的著名之地 以50年建筑标准 1比1还原了20世纪90年代的黄河路和近贤路 此外还拥有南京路等诸多海派石景 皆成为繁花的重要取景地 对于一些观众质疑剧中的黄河路是否过于璀璨 陈亮表示 如果观众到拍摄的实际场景来看 会发现制真源并没有过度繁华 质感与现在黄河路上的台胜员酒家也比较接近 通过电影镜头的呈现 很多东西它确实看上去是更为华丽的 就是当灯光各方面打上去以后 就是我们自己走过来看 看到这些楼包括这些灯 好像也觉得跟现实生活中差不多 但是你电影镜头再上去 你的这个灯光再上去 你就是会有一种再强烈的心理感受 它一切都会被放大的 那至于是不是这个效果 我觉得就是更接近于创作者心理的一种效果 在成亮看来 樊花为他重新打开了上海这座城 对更多格局的上海文化有所了解 也让他为这座城的下一代做了点史诗 家里的小孩子 就是原来不就最痛心 他们不会说上海话了吗 现在呢围着你的这个网站 就是在放电视台在放 他们跟着在那里学上海话 说我觉得作为从小在上海长大的人 这一刻还是觉得很温馨的 因为不管他们最后学会没学会 他们对上海话 对上海文化 它会有一个儿时的印象 那这个也算是自己为家里的下一代 或者是为了上海的人做了点事情 陈亮介绍说 夜东京、灵红的精品店 执政员顶楼包间等场景 都是在浩普影视基地 超过5000平方米的摄影棚内搭景 这也是上海目前最大 规格最高的摄影棚 如今这些场景已经拆除 在上影集团董事长王静儿看来 影视剧反映了一座城市的文化积淀 是对市民生活的一种现实关照 优秀的影视剧会带动更多人 热爱一座城市的文化 并且推动这座城市的文化发展 目前上影集团正推进 爱情神话2等一系列海派影视开发项目 繁花绽放之后 还将有百花盛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